嗨 大家好 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今天呢 请请继续为大家带来电子梦的第六集 何以为人 这集的故事呢 讲述的是和外星人相关的故事 这个外星人和我们一般设想的不太一样 心没有多出来的大长腿 也没有吓人的处须 看上去更像是一团球状闪电的样子 最诡异的是 这种外星人能够寄宿在人类体内 并获取宿主的思想和记忆 当这样的外星人侵入人体之时 将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我们还是先来看片 故事发生在2520年 此时的人类已经进入星际知名时代 地球也因此被改称为地星 我们的男女主角呢 是一对军官夫妇 同属于联邦星际舰队的一员 尽管事业上高度契合 但是两口子之间的气氛却很微妙 家庭中仍然是随处可见的压抑和冷暴力 主要原因呢 就是丈夫塞拉斯的大男子主义做派 比方今天晚上 星际舰队给塞拉斯授予了一份重要的荣誉 用来表彰他在星际任务中拯救船舰的优异表现 塞拉斯对这份荣誉自然是极为看重的 但是呢 受刑仪式结束后 舰队将军却找了过来 还当着俩夫妻的面公开声称 塞拉斯的荣誉有一半应该归功于妻子维拉 因为维拉也是这次任务的指挥官之一 塞拉斯当然明白将军是在故意挑衅 但是他却将不满的情绪发泄在了妻子的身上 硬是逼着妻子承认功劳完全是属于他的 丈夫的这些冷漠举动让维拉倍感压抑 这天 舰队再次召开了高层会议 这个时代 环境已经极度恶化 人类需要用氢元素将空气净化才能进行呼吸 而目前地星上只剩下不到五个月的空气储备 所以人类需要前往附近的雷克索星采集氢元素 问题在于 雷克索星上有着自己的原住民 在上一次的任务中 人类就遭遇了雷克索星人的抵抗 如果坚持要采集的话 势必会引发战争 塞拉斯和维尼呢 相当于是星际舰队中的鹰派和鸽派 维拉主张通过协议获取资源采集权 塞拉斯则主张通过武力强强资源 最后将军决定派遣 塞拉斯单独前往雷克索星执行采集任务 回家之后 维拉尝试和塞拉斯进行沟通 然而塞拉斯去傲慢的不愿理他 失望的维拉换上久违的小黑裙 跑到地下酒吧过了一夜 第二天 塞拉斯只是象征性的提了一句 维拉彻夜未归的事情 之后便踏上了前往雷克索星的征途 塞拉斯离开后 维拉并未体验到自由的美好 反而更觉得生活的孤单 他只能靠着疯狂的运动来排遣寂寞 这天就在维拉进行运动的时候 却收到舰队总部发来的警报信息 维拉来到指挥中心 发现是塞拉斯那边遇上了雷克索星人 此时飞船已经完成了采集任务 但是船员却被雷克索星人困在了地面 要想将氢元素成功运回的话 就只能利用导弹的推力让飞船升空 然后通过自动驾驶模式返航 这也意味着被困住的船员将随同雷克索星人一起牺牲 随着将军一声令下 导弹被成功引爆 塞拉斯那边也失去了音讯 这次事件之后 维拉度过了一段魂不守舍的日子 可以看出来 虽然塞拉斯对她冷冷淡淡 但是维拉仍然难以割舍自己的丈夫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维拉收到女同事发来的信息 塞拉斯的飞船已经成功返航 飞船不仅带回来了人类需要的氢元素 而且还带回了两名活着的舰员 其中之一正是塞拉斯 将军向塞拉斯询问了一些雷克索星的战斗细节 但是呢 他只记得自己将一名船员一同拉上了飞船 之后的事就不太记得了 将军又问他 是否有雷克索星人闯入飞船内部 塞拉斯说并没有 然而没多久 舰队就在修复的黑夹子中找到了部分战斗录像 录像中显示 有两个雷克索星人闯进了飞船内部 很明显塞拉斯撒了谎 那他为什么要撒谎呢 维拉发现塞拉斯回来后性情有了大变化 以前的他对维拉总是冷冷淡淡 盛起凌人 而现在 他不仅会夸维拉漂亮 还会亲密的在外人面前吻他 早上的时候还会给维拉准备特别的早餐 维拉意识到丈夫有些不太对劲 根据人类对于雷克索星人的了解 他们能够通过寄宿在人类身上控制人类 所以丈夫很有可能是成了雷克索星人的宿主 但是维拉并没有急于去捅破这则秘密 对于一个渴望爱的女人来说 对方是塞拉斯本人还是雷克索星人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带给维拉的感觉 就这样 两人的感情在日常相处中不断升温 最后呢 自然是做了夫妻间的那些事 然而就在两人温存过后 执法人员却破门而入 带走了塞拉斯 原来舰队那边已经弄清了另一名生还船员的身份 这名船员在睡觉的时候说出了雷克索星语 所以和船员一同回来的塞拉斯 应该也已经被雷克索星人控制 虽然舰队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塞拉斯的身份 但是塞拉斯身为舰队上校 要将他定罪的话 必须经过法庭的公开审判 而维拉则成了判定塞拉斯身份的关键人物 开庭这天 法庭请来了两位主要证人 第一位是给塞拉斯治疗过的医生 在法庭的压力之下 医生声称塞拉斯已经被雷克索星人控制 第二位就是维拉 维拉很清楚 自己的丈夫已经被雷克索星人控制 但是她却坚持 对方就是塞拉斯本人 所以在审判陷入僵局的时候 维拉的同事却站出了作证 说维拉同他讲过塞拉斯性情大变的事情 所以维拉应该是在有意包庇雷克索星人 他的证词已经构成了叛国罪 眼看维拉置身险境 一直不愿认罪的塞拉斯却主动站了出来 说只要舰队不再追究维拉的责任 他愿意主动认罪 就这样 法庭判定了塞拉斯的雷克索星人身份 不过呢 事情还没完 维拉此时又站了出来为塞拉斯发声 在人类的认知中 雷克索星人是没有道德可言的 所以才将其消灭 但是塞拉斯之前的表现已经证明 他会为了维拉的安全而放弃自己的生命 所以这恰恰证明了塞拉斯是弟弟道道的人类 影片最后塞拉斯被法庭无罪释放 维拉斯下询问塞拉斯 他的真名叫什么 维拉斯回答说 人类语言无法念出他的名字 维拉马很深情的说道 那就接着叫塞拉斯好了 这部影片改编自菲利普迪克的同名小说 《何以为人》 影片大致还原了原著小说的剧情 但是在雷克索星人的设定上做了一些改变 原著中的塞拉斯被困在了雷克索星 其中的一位雷克索星人假扮成塞拉斯来到了地球 在影片中 雷克索星人则以寄宿的方式和塞拉斯融合在一起 这一设定的目的其实是在为影片的最终主旨服务 那就是片名提出的那个问题 《何以为人》 成为宿主的塞拉斯 除了思维上被雷克索星人操控 其他方面和人类并无本质差别 所以宿主塞拉斯代表的其实是异族人 星际舰队因此而要消灭他 但是维拉却证明 这位异族人甚至比塞拉斯本人更懂得善良和爱 所以他也应该同属人类的意愿 人之所以为人 不正是因为在向善之路上所散发出的人性光辉吗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是爱你们的心情 要是你点赞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先留啦